現在改成取消職業列別 就只有兩種而已 等一下我們再講 再來說廢基呢 現在我們是用經常性的薪資所得來去算 以後是用家戶所得 這個我們要好好談 包括營利所得 包括執行業務所得 包括薪資所得 你放在銀行的 定存活存的利息 通通算進來 你租房子的這些所得 通通算進來 財產交易 這主要只是 房地產房屋的交易 土地交易不在裡面 股票交易也不在這裡面 退職所得 退職所捐工交付退休 每個月領的這個退休金 通通要算到二代健保的這個 保費的這個計算基礎裡面去 保費計算呢 現行的是5.17 是月投保薪資再乘以費率 再乘以個人的負擔比例 另外呢 現在二代健保要做的是 加戶總所得再乘以費率 就很簡單來計算 你每個月要怎麼算 費率現在還不確定 大概是3%到3.5% 兩個有什麼優點呢 限制是固定費率 其實要算也蠻簡單的 二代健保呢 是相同所得負擔的相同 然後呢轉換工作 也不用再去退保的 這個一個優點 缺點是什麼呢 二代健保我們剛講的 單身的頂特族 高所得負擔會變得很沉重 所得的查核呢 比較難詳盡 還有說你接下來要修法 這個是浩大的工程 我來談到 大家都講到說 二代健保是比較符合 公平爭議 因為是採計家戶總所得 可是真的比較公平嗎 第一個資本利得沒有納進去 海外所得你沒有價錢 你說那個股息 要計算到家戶總所得 可是我可能是買那種基歐股 台數啦 紅海我就每個月領那個 每年領那個小小的股息 我乖乖買股票 我不炒作短線 可是真正炒作短線的 這些去做股市投資的這些人呢 通通不算在 所謂的家戶總所得 土地交易也通通不算在 家戶總所得 這是一個 第二個壽星階級 我可能乖乖去 走運行 走定期的 離職 你都給我算下去 結果有人插股票 你都沒有在計算 總所得呢 我現在繳所得稅 因為他現在用所得稅 來去做計算基礎 總所得我也許薪資一個月賺五六萬 可是我要 撫養我的爸媽 我要養我的小孩 我有房租 然後我有一大堆 都可以在所得裡面去做免扣除 就是免稅的扣除 可是健保通通都不算進去 公平嘛 你這裡面有很重要兩個議題 第一個議題是 現在用這個 綜合所得稅的申報的這個 是不是比原來只有薪資公平 絕對是比以前公平 因為你剛剛講過了 投保薪資跟薪資 跟你的綜合所得稅的申報 這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我們用新的方法 我們的那個 這個費率 從五點一七 馬上降到三點多嘛 這是第一個 所以很清楚 你如果只有一條錢 只有薪資的 你就往下降 你薪資以外還有這些 那當然你就 這個費率是低了 但你的倍乘數 就增加了 這是第一點嘛 第二點我們很清楚 你剛剛提到的 這就是剛剛你講的 完全一樣 那麼我們做不到的呢 也是你剛剛講的 證券交易所得 境外的 地下經濟的 部分分離科稅的 那這個問題是什麼 你不能叫健保 承擔這個稅制改革 我都很贊成這些東西 通通大家一起算 因為一起算 馬上費率大家就下降了 這個問題是國稅局的問題 對 這是我們國家稅制改革 因為健保不能夠單獨 跟政府其他的制度 這個完全脫離 你不能叫這個健保 去承擔所有的社會公平的責任 我們只是說 是不是相對比以前公平 是的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有很多朋友說 那是不是應該盡所得 是不是應該把剛剛講的 扣掉 我給你報告 我們都算過了 因為現在是這樣子 越富有的人 他能夠去排除的越多 反而用總所得 因為總所得越大 費率會越小 這樣子反而增加了公平性 你了解我意思嗎 因為這個通通總理 福利的人 很多事情可以排除 就是說他報了綜合所得 金額很大 但是這裡可以免 這裡可以減 這裡可以減 所以算起來 反而用總體來算 費率會降低 那現在我們問題是說 要強調個人的公平呢 還是要社會的公平 如果個人的公平的話 那乾脆就不要健保了 自己去欠錢就好了嘛 許我們過失明 但是我們這個社會不希望這樣 對不對 我請教你 其實大家最在意的 就是股票交易利得 就是證券所 我們當然很在意放進去 你不是說 馬總統停二代健保 你就整個做一次改改的了 那個是歲次改革 如果歲次改革放進去 當然自然就進去了 這個我覺得是 不用改的地方也可以嘛 這個是附加的這個 不是 那你讓健保局去查人家的這個 那健保局就變成國稅取啊 就是你這個提出來的華裡頭 應該把這個納進去 就很簡單 這次這個 納進去那個是歲 歐巴馬總統啊 他在提這個美國改革方案的時候 就把這個資本利得啊 要繳錢啊 繳到這個保費來 我當然贊成啊 所以這個我覺得我們政府 應該朝這個方向去 正經啦 因為大家看不見 就說你的股票炒短線 一進一出賺個幾十萬幾百萬 但是你不要要求衛生署去做這個事 我做不到嘛 衛生署可以在立法院這邊提出來 我們在台討工作這個 這個法就修不過去了 為什麼 這太複雜 又把所有東西做 那我們就這個法都弄不完了 所以今天我們只是說 是不是比以前進步 對於多眷口的人是不是有好處 那我們不要講懲罰誰 我們說讓年輕人多幫忙一點 不管怎麼講 我們今天的負擔還是比別的國家的這個健保 還是輕很多 是不是大家願意來一起幫忙 如果大家通常不願意一起來幫忙 那這個制度當然過不去嘛 就是這樣而已 我剛剛談了很多錢啊 張醫長 就從實際醫生地方醫院 或者是民眾的角度 二代健保真的會讓我們得到比較好的醫療品質 或是在你們醫生實際臨床的行為上 二代健保對你們會有什麼幫助嗎 我想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能夠去合理的擴大費集也好 我想很多專家計算這種費率 那只要能夠合理的增加這個裁員 但是不要浪費 我想對醫界來講大家都是很贊成的 因為其實說實在站在醫界的立場 其實現在目前的健保 我們可以在這個世界上 這個數一數二的健保 可是其實有一部分是犧牲了醫界的這個權益 就是說這個包括現在的總額給付 你做一塊給八毛給九毛 這個其實對醫療提供者來講 其實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其實這個會間接影響到病人的權益 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能夠有一個正確的一個方式 能夠比較公平的 合理的去增加這個費用的來源 那我想這個來分配 我想可以讓現在目前的這個狀況 可以做某種程度的改善 因為基本上我想 我們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說 現在目前常常就是說 我們小病大一 小病大一說 我們因為沒有落實原來的33條 現在可能未來是42條 就說其實他這個 這個分級醫療 跟這個 所謂的落實轉診 並沒有很好好的做 那這樣的話其實 你要知道一個一個頭痛到這個地區 來看病可能花幾百塊錢 他到一群中心就是做個CTMI 就是好幾千塊好幾萬塊 所以 這樣的這種情況是資源浪費了 那像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在二來健保 這個這個我們這個法修正之後 有很多要落實 包括那部分負擔這個增加 可是張委長我請教你 我們現在最擔心的問題 出現在這個健保法草案第43條 也就是所謂的藥品差額負擔 第43條裡面講說 新增藥品的給付要有上限 如果說這個給付超過你繳的保費的話 被保險人要自己負擔差額 換句話說 當然署長你一直講說 你是照顧窮人 你是從所謂的那個中下階層 這個立場來觸發 可是這個草案第43條搞下去之後呢 他會變成說我窮 我窮的保費 繳的保費當然少 可是我繳的保費少 當我要用藥的時候 你要給我比較好的藥 變成我要自己負擔那個差額 那當然我就沒錢啊 我不知道繳那麼多比較少的保費 你又要叫我多負擔那些藥品 我說沒有你就不要贏那麼好的 多負擔那些給我負擔比較少 導致於窮的人呢 他因為繳的保費少 所以他就要被迫用比較爛 效果比較差的藥 有錢人也許他多繳了幾百塊的保費 可是他就可以享受更好的醫藥品質 這不是另外一個階級的呈現嗎 這個東西是有爭議性的 可以從兩邊來看 所以這個法條呢 也是要社會有共識 沒有共識就拿掉 我隨便舉個例子 我們將來可能有個新的這個藥 健保現在不給付 那麼他就用不到 那我們可以不可以說 好了 基本費這個健保來付 多出來的這個你自己來付 比方說我們以前通通不給支架 通通不給支架 現在開始他就覺得需要支架 可是我們健保只能付兩萬塊 可是用那個沾藥的要四萬塊 那我們可不可以說 你可以有那個圖藥的四萬塊 那兩萬塊呢健保來給 還是說既然是圖藥的健保不給付 四萬塊通通你來付 這是你了解我意思嗎 這有相當的爭議 我都了解 那麼這個既然有爭議 我們也知道這條有爭議 那是不是如果大家就像剛剛講的這個 有關於這個二代健保的這個負擔一樣 如果大家覺得說我們家庭減少了 可是個人單身的會增加 大家不能接受那也沒有辦法